这个要拿掉吗 对着3号 先拍吗 先睡一下 各位避震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内容比较短 是因为这一次拍摄是临时通知的 可以看到我带的是索尼的A7R3 搭配了天宫的转接环 转接七工匠的50毫米F1.1 所以它是一个拍摄人像的装备 并不适合今天拍摄菜品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对焦还是有点捉急 因为拍摄菜品的话 我们希望获得一个更高的放大率 在对焦距离比较近的时候 它就感觉有些对不上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包间光线环境比较差 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使用手机来拍摄 因为我今天正好带了神牛的A1手机闪光灯 所以就可以像前面几期节目一样 使用神牛的手机APP来银闪闪光灯拍摄 之前神牛的这个APP 只能够使用iPhone的广角镜头 所以可以看到我之前的节目 都是挂载了4ray的人像镜头 把广角端转换成一个60毫米左右的焦段 这样拍摄产品的时候不会产生变形 但是前一段时间神牛终于更新了这个APP 允许我们选择使用长焦段的镜头来拍摄 并且在使用长焦镜头的时候 我们也是可以拍摄Vlog式的照片 所以现在不挂载任何的外置镜头 都可以获得一个偏长焦的视角 不过有一个问题 神牛这个APP还是没有解决 你可以看到在拍摄之前屏幕是一片漆黑的 是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通常会使用比较低的ISO来避免现场光影响我们的拍摄 所以在取景的时候 闪光灯还没有闪 你看到的就是一片漆黑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相机上面的曝光模拟 如果是像我们这样使用手动闪光灯的话 这样的曝光模拟功能 其实是对我们的取景构图有非常大的阻碍 在拍摄之前 你也很难通过屏幕来确认 当前的焦点是否对上 而且你可以看到 当按下快门以后 神牛这个APP在拍摄之前 会出现一个比较长的延迟 那么拍摄这种静态 不会动的菜品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像这边我们要抓拍这个汤倒出来的一瞬间 拍摄之前有一个时间长度不稳定的延迟呢 会对抓拍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提前量 先按快门 然后等一会儿再把汤倒下来 才能抓拍到一个比较好的照片 在现场光线比较差的情况下呢 有时候神牛这个APP的对焦啊 并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其实你取景器里呢 都看不清嘛 所以说你只能够拍摄完以后才能检查焦点 可以看到有些照片的焦点呢 对的并不是非常的准确 甚至到我们现在在这边拍摄一个单独夹起来的牛蛙的时候 一直对不上焦 没有 我感觉还是没有对上焦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使用另一台手机的LED灯来补光 然后在拍摄的时候把灯光移开避免影响画面 不过还好呢神牛这个APP呢有一个功能 就是当你长按屏幕的时候它可以锁定焦点 把照明拿开以后呢按快门它也不会重新进行对焦 通过这种方法呢我们还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后面几组的拍摄 神牛这个APP拍摄完是一个D&G的RAW格式 它是直接存储在手机里面的 但是呢这个RAW格式它的原始的色彩会比较的平淡 不过Google的Snap Seed呢前一段时间也更新了 它可以直接打开相册里的D&GRAW格式进行编辑 那么通过增加一些对比度饱和度之类的调整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张看起来非常漂亮的照片 视频里出现的这些照片呢都是通过Snap Seed调整的 当然你把D&G导出来以后呢 其实也是可以通过Lightroom来调整 不过毕竟在手机拍摄完以后直接调整的话会更加方便 当场的话你就可以把照片给到客户 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流还是非常高效的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内容了 最主要的就是要讲一下神牛的这个APP 它终于可以支持长焦端的镜头拍摄RAW格式 之后呢如果有机会我也会使用iPhone的长焦镜头拍摄RAW格式 搭配神牛的一些影瞳灯在室内拍摄一些人像 好那么感谢各位收看阿布垃圾手册 只做视拍不下BB 拜拜